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週末版政治到了 我是許桂雅 防疫每一次的危機 關鍵期 我們說14天 這一次的這個磐石劍染疫 阿中 部長 他是講說 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的病例 是沒有進一步造成本土的疫情 他還蠻樂觀的 我們說台灣目前是全球183個國家 我們疫情嚴重度排名第123名 但是呢 很奇怪喔 有人好急啊 急著要上演封城秀 不過呢 這個人啊 韓國瑜他自嘲說 他不是封城秀集 他是封城不集 但他不只是要兵推封城 還說要求要做一個普篩 等於就是大亂台灣的防疫 但是呢 我要說我們的這個警報 的確還是響了 因為有跟確診官兵一起運動的 這一個台鐵的車長 他的身體有出現一些症狀 而且還有肺筋潤的情況 另外一個是一起在城大打球的 傳輸說他是空軍 還有呢 又傳出更多 是包括像是陸軍 有載運到磐石艦官兵 說有兩個人突然之間呢 巴頭疼 他們是肚子痛的情況 現在也讓陸軍 可以說是人心惶惶 好 說到當各國忙著跟病毒在打仗 中國航母遼寧號 他在這個時候呢 沿海長巡 好 通照圖 疑似是有八個軍艦 八艘軍艦在包圍 美國的這個美利堅號 兩棲突擊艦 好 因為這一次遼寧號 他在巴士海峽航向南海 我們也派了八艘軍艦來進行監控 中國解放軍蠢蠢欲動 他是要以一謀台灣 也可能他要以一謀的是南海 好 我們還來關心的是金正恩手術 傳出是失敗的 更有中國的醫療人員 他們是這樣爆料 他說金正恩已經變成了植物人 好 這個消息是真還是假呢 可能將會引發的是北韓危機 開團之前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資深媒體人黃創夏 台灣防疫天如磐石 好 還要歡迎的是鄭正學教授范士平 各位好 大家好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諮詢委員李秉穎醫師 大家好 以及前新疆舰舰長呂理師 大家好 好 資深媒體人陳東豪 大家好 這是評論員許家欽 大家好 好 大家都有印象就是在清明廉假那時候呢 各地景點塞滿了人 那麼也成為一個防疫的破口 至於緊接而來 阿勒拜就是五一廉假了 行政院現在他拍板是說 我們還是要照常的休假 好 雖然大部分民眾都說 其實現在的這個心理狀態 不太敢去人多的地方 但是還是有一些人會想要出門啊 相關的這一些管制措施要怎麼做 我們一起來看 不管是夜市公廟還是老街等知名景點 清明廉假期間都湧盡大批人潮 也讓外界憂心成為防疫破口 即將到來的五一廉假 究竟還放不放 行政院終於拍板 五月以後要不要如期休假 要 確定 對 確定白字白 沒有要逐微突然 發生疫情大爆炸 休假跟出遊是兩回事 宣布照常放假 就是希望降低對經濟的衝擊 畢竟受到疫情衝擊 各地商家真的快要吃不消 平常擠滿觀光客的日月潭 現代空無藝人 讓業者真的酷哈哈 就真的都 真的鳥力 人還多 街道都很冷氣 沒有像以前人 車水嘛 大家都盼望廉價能讓業績 稍稍回穩 只不過有了親民廉價前車之見 民眾可都怕怕的 就是出去走可能會有危險 對 我不想把東西帶回家裡 外面這麼危險幹嘛去 縱使有幾天是零確診 但是大家還是不可以掉以輕心 所以都待在家裡講 坦言就算放假也不敢出門 但就怕有民眾還是想出門走走 交通部也備妥因應策略 加強我們1968APP的工人 只要停車場 或附近的車流 超過總量的一半 就會進行精釋 提醒民眾要下載1968手機APP 哪裡人多車多立刻搶先知道 各地景點也會嚴格執行人流管制 萬全準備就怕親民廉價的人擠人 長擠再次上演 其實我說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我最近比較常就是在 因為你餐廳現在人真的變得比較少 但是有一天吃到一間火鍋店 我發現到處都是人之後 我就覺得那個吃起來 你就是呼吸的時候 你就覺得我好像要小範圍的呼吸 以免說別人的飛沫會不會怎麼樣 就是你會真的變得很緊張 創下哥你剛剛說 你是這個頭髮也不敢理 我們說台灣疫情守住 這個行政院長蘇貞他在講說 5月1號我們照常休 但是休假不代表說你可以出去玩 其實意思就是說 人人都要有一個警覺心 先打預防針 你之前也講說 國人應該要珍惜生命 我想這一個最高指導原則 大家應該都還是放在心上 其實台灣國人是非常愛惜生命 所以因為這愛惜生命之下 所以你看台灣面對這個疫情 關關難過關關過 然後今天已經是磐石箭事件 大概是第七天第八天了 雖然還有一些零星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會看到是說 跟大家想像的八天下來了 沒有第一個是那個洪永祥醫生 擔心的說女朋友的事情 目前沒有發生 對不對 然後家人好像也沒有發生 然後九百多個人的 那個去採檢的那個接觸者 一千八百多人裡面 目前為止好像也沒那麼擴大 然後當然所以可見台灣 其實防疫的老百姓 或人民的意識非常強 口罩有戴 然後這個完全遵照 李醫師的指示 要戴好口罩 對不對 然後然後那個保持安全距離 所以目前這一關看起來 就算接下來幾天 因為大概是七到十四天 有一些發病 就算會有也是一些零星 所以台灣應該是沒有一個擴大 幾個情況 所以五一勞動節 目前大家壓力也沒那麼大 其實你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台灣從先前的二二八年假 到後來大批的海龜潮 到後來的那個生活單純死的一個 造成大家的緊張 到現在盤石劍 還有清明節 其實台灣基本上有點像 有點像那個台積電 我們竹科裡面的無城市 本土裡面其實病毒不多 無城市 所以我們是守得很好 但是無城市也要很小心 因為一不小心 就可能有縫隙 就可能有病毒會進來 所以我們還是要很謹慎小心 那當然在這個時候 就是有縫隙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的這個狀況是 大家都是很正常的 很努力的去做好防疫的工作 讓台灣的防疫真的是堅如磐石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就見縫插針了 因為這個時候 當大家真的排時間造成很多人壓力 尤其是軍方的處理方式 真的讓很多人詬病 包含是集結的方式 包含是引力的疫情 搞到現在為止七八天還講不清楚 確實有些人緊張 因為台灣人珍惜生命 所以比較害怕 可是在這個時候 見縫插針 好像要把整個疫情弄到是 台灣好像已經是義大利了 台灣好像是西班牙了 台灣好像已經失守了 或者是一個什麼情況 什麼封城 什麼就出來了 普篩 醫護人員 搞到這樣子的時候 那當然它有個效果 它的效果就是挑戰陳時中 證明它的聲量就很高 所以它 因為在六月六號 斷陳時之前 所以你會看到是 挑戰陳時中 它的聲量也就拉高了 拉高之後藍綠也歸對了 可是此時此刻 真的需要如此嗎 真的需要造成台灣的 沒有必要的恐慌 我們要戒慎恐懼 但是我們真的不需要恐慌 而且我最後要提醒一件事情 根據我們的選拔法 我特別去查了 罷免投票 沒有一票三十元 所以這個時候去衝高得票數 不要衝高這個得票數 那是沒有意義的 來 家清姐請教 因為剛剛其實這個創下歌 也講到說 我們既然像是陳時中 他說我們還蠻樂觀 但是其實有一個觀察期 因為我們在說不確定性的 比方說這個磐石劍之後 可能說有陸軍或什麼 但是他還沒有檢驗出來 但問題是說 我們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我們說這幾天其實他的數字還好 只要針對就是敦目艦隊的部分 那其實本土的部分一直維持的還不錯 十二天都是零的情況 喜安庄這時候會有那種一直要做封城的這一個狀況 各個縣市一直在說要封城 這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亂 一直要說封城的只有兩個市 一個市叫台中市 一個市叫做高雄市 其他的像新北市其實 侯友宜當然大概三十個禮拜前 他就有說他要做一些演練 那演練歸演練 他沒有這個敲鑼打鼓說要大張旗鼓 那柯文哲市長呢 至少也說我在這個紙上兵推 因為他知道封城這件事情是知識體大 而且指揮權其實是在中央 絕對不會在地方 所以就不知道說盧秀燕跟這個 即將要被罷免的韓市長 腦袋在想什麼 如果要這個時候去蹭聲量 你又不是第一個 你也蹭不到什麼聲量 然後第二個指揮權又不在你的身上 你在那邊躍拳做什麼呢 然後無端造成大家更加的反感 老實說封城這件事情 在目前為止 台灣到現在 除了說本土零屑 已經十幾天了 規模就是社區感染 都還幾乎是維持在 幾乎等於零的狀態之下 根本沒有任何需要去討論到 封城這個問題 但我當然認為說 提高警覺去做準備是好的 我們就不要再製造那個不必要的口水 這些口水呢 老實說既沒有幫助到疫情的防控 又沒有真的辭職 能夠增加它的政治上的聲量 那結果呢 適得其反嘛 所以我是認為說 到目前為止盤石劍 雖然事情發生了 我們都覺得說 實在是要叹一口氣 不過至少盤石劍到目前為止 他沒有顯示出來 他有在社區型的這個擴大的影響 那這樣子的話 我想他就限縮在這個軍方本身 那給軍方一點時間好好去做調查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我相信軍方自己也一定知道 他的感染源頭是什麼 這件事情如果能夠調查清楚 也算是在不幸當中的一個交代 那這樣的一個交代呢 也會讓這個CDC有比較清楚的這個研判 我覺得疫情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把它當作很認真的研究 不要輕忽它 就算是一個小事情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我們的指揮中心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會很用心的去研判以後 然後去做調查 讓每一個case呢 即便是最後虛禁一場也沒有關係 但最後他在因為他很謹慎的開始 他調查的過程當中也不會亂搞 像韓市長就剛好做了一個負面的示範 對不對 一下子就大方旗鼓說 我要對這些在隔離的這個檢疫當中的士兵官 說要做疫調 那我們都知道 疫調目前做的只是確診的人 才會去進行疫調 而且疫調也會盡可能的跟他比較深入的 坐下來去做了解跟調查 那個女公關的破口就是這樣 才調查出來的 那韓市長顯然他只是 第一個要這個好像跟外界說 我有認真在做防疫 但是他做的方法 卻是不得其門而入 那後來跟你講說 你看我不就是調查那個拒絕的那一個人 他就是確診 但是有23個人家沒有確診 你也去跟他調查 可是那個人確診 不代表他沒有接受疫調 是 那個有確診的人 他本來就會要接受疫調 因為指揮中心一定會告訴你 這個確診的人 他過去14天的途徑 他都一定要調查 這毫無疑問的 然後還包括說 要把醫護人員這個普篩這件事情 也是製造不必要的浪費恐慌 讓這個醫護人員 大家這個真的是 臉上都三條線 所以以今天這樣的狀況 我是認為說 中央地方當然要合作 但是也不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為了這個標新利益 顯示自己的權威 自己可以在這個獨霸一方 高雄的狀況之下 就隨便去說出這些 我覺得老實說既讓全國民眾 臉上三條線 又讓自己的罷免危機 往前更推了一步 普篩這件事情 我們要問李醫師 但是我先請教一個事情 再請李醫師針對普篩這件事情 做一個論述 好 我們現在看 我們整體的這個曲線圖 境外的是藍色的曲線 一直有這樣起起伏伏 這一陣子 大家心裡面比較緊張一點 但是因為他境外很快就攔阻了 所以其實對這個國內影響還好 那本土病例其實一直都維持在低檔 一例兩例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到了這個敦目艦隊 這一陣子我們也說比較緊張 那我們看到是陳時中 他是講說四月三十號是一個關鍵 最後有沒有守得住 那因為李醫師 你這個研判是蠻精闢的 你自己研判說四月三十號之前 我們這一關 到底有沒有樂觀的本錢 我們是逐漸樂觀 因為我們知道說前一陣子 絕大部分的確診病例都是來自境外 然後我們十幾天都沒有本土案例 當然就是表示說先前我們所出現的那些沒有明顯傳染源的社區感染 並沒有擴大他的傳染的範圍 所以是比較可以輕鬆一點點 但是因為我們最近又有一些那個軍官官兵上案 然後可能有帶有病毒 說不定會傳給本土案例的事情 所以那個因為這樣 大概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那個陳部長才會說 那個我們要看到月底 但是到了月底以後 是不是就可以完全解放了呢 還是不行 我們的關鍵期還要繼續 第一個就是說天氣漸漸變熱 那應該是疫情比較熱 的確是這樣子 但是並不是說不需要防疫的 因為你看那個很多像新加坡 非洲 南美洲 很多地方是天氣熱的 他現在都在燒 就是天氣熱 他比較不容易傳染 但是不是不會傳染 所以你還是要保持一定的一個防疫的警覺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回想一下 我們那麼多沒有明顯傳染源的社區傳染 他是哪裡來的 我們根本搞不清楚 所以他在這沒有明顯傳染源 那我覺得他最可能的 就是境外移入的隱性傳染 什麼叫隱性傳染 就是說這個就是我們一直會面對的一個破口 有很多可能的理由 比如說我們說他的那個 新冠病毒的感染潛伏期 最最最最久是十四天 但是國外報告說有人超過十四天 對不對 那有人去做綜合統計分析 他是說百分之一會超過十四天 我們就怕那百分之一漏掉了 所以那個就會變成我們隱性傳染 或者是說他在十四天之前一兩天 開始有點咳嗽 他不以為意也沒有通報 然後跑出去爬爬罩 或者是說他根本沒有症狀 他是無症狀感染者 趴趴走 你沒有傳染到他 他所接觸的人就被感染到了 所以他被感染的那個人 因為他的接觸對象並沒有確診對象 他就變成沒有明顯傳染源的社區感染 所以其實那些沒有明顯的社區感染表示說我所擔心的境外移入的隱性傳染這是存在的 未來我們仍然會面臨這樣的危機 這樣的危機呢 我們為什麼能夠堵住 能夠他好像都沒有爆發變成很大的疫情 就是因為我們持續在防疫 我們的民眾持續在戴口罩 持續在洗手 好像潔癖一樣 把自己的手洗爛了 還在繼續守 因為我們民眾有這種自覺 所以我看我們的社區感染都不太容易擴散出去的樣子 不像國外 他們前一陣子還在炒藥 不要戴口罩 這個有點莫名其妙 那那甚至那個川普 他現在還是不戴口罩 我們現在都在習慣口罩要戴 他的他嘴巴真的是有點甘鐵般的堅強 所以我們是在在過來一陣子 我們就是說不定可以樂觀一點點 但是防疫動作還是必須要 好 那麼我們說到說韓國瑜 他為什麼要拋出 一個是他也說我們要做一個封城的兵推 另外一件事情是 他說我們這個高雄的4000醫護 通通都要做篩檢 引起了一屆的大反撲 我們一起來看 醫護人員站在防疫第一線 忙翻天 韓國瑜隊拋出4000醫護篩檢 政策引發的爭議超在意 以醫護人員全面篩選 我們沒有這樣說過 我再重申一遍 重申沒說過醫護全面篩檢 延伸出來的反彈還包括這一群 高雄市社工工會 PO文轉貼市府要醫護安心文宣 點名韓國瑜看看市府局處長官 要求所屬的工作人員自費篩檢 武漢肺炎並在篩檢後必須自駕在家 呼籲高雄市政府不要二搞第一線的 住人工作者 我很難去問我的服務隊像他有沒有去到 現在大家講的這些地方 或者是他去告密了誰要去 我就還是會很擔心我自己會不會 接受篩檢是否給付費 是否衛生局這麼說 在任何的情境上面只要是 我們第一線的工作同仁 在附在相當的風險之下 我在這邊特別強調 自費篩檢這件事情 基本上在目前的政策底下 是不可能存在的 衛生局檢認記證直接排除 若接受篩檢需付費說法 市工工會已接過至少五件陳情案 受處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在PO文 槓上市府裁檢的基證費用支付以及裁檢後 必須自駕自主在家管理 有損勞動權益 因為工作造成的 那你要用我的自家 或者要我自費 當然我就會覺得不合理 因為我是因公義 可以隔離 讓我覺得這樣的部分 基本上用這家 不是那麼能夠接受 他這些個案可能你沒有那麼的了解 他的整個家族你都要去接觸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的心理壓力 我先請教一下李醫師 因為有一個觀點是在醫界傳出來說 我如果不怎麼樣 我們覺得身體都很好 你叫我去篩檢 所以他們提出一個口號 六個字叫做 我OK 你先篩 大家其實是不願意的 那你的部分呢 就如果說叫你做一個普篩 那你身為醫師人員 你是優先的那一塊 你要篩檢嗎 我也是看針到底不篩 為什麼 你知道篩檢很痛 很難過 我以前曾經想說 我常常幫人家做 那個要鼻咽部裁檢 我想說自己試看看 因為他們都很難過 我把那個柿子拿到我的鼻子 差不多十分之一就停住了 我沒有辦法進去了 我覺得太難過了 那鼻子是非常非常敏感的組織 那個要領了命的感覺 那個你要篩這個東西 背後一定要有人把你扶著 因為你會掙扎 那個像在受酷刑一樣 雖然他會是非侵襲性的 但是他造成是相當的不舒服 然後我們要做一個政策 總是說你要有動機 那你要有後續 你需要達到什麼成果 那動機是什麼 通常我們去大規模篩檢的動機 就是你爆發了那個大規模社區感染 不明傳染源的社區感染 你才需要去做 否則你針對特地去檢驗就可以 不需要篩檢 第二個醫護人員 如果好吧 就是你擔心是官兵 說不定會造成社區感染 你的動機是那個 那醫護人員是最風險最高的嗎 我覺得醫護人員 反而是風險最低的 為什麼 現在如果有社區感染的話 他一定會就醫 你理論上就是說 接住他的醫護人員可能會風險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這種時候 有任何的風吹草動 你們的防護是最好的吧 對啊 就是那個 你看到有發燒有什麼 去特別的醫療站去做處理 特別的醫療站就是前五專 護目鏡還有面罩 還有N95口罩 還有防護衣 他們是最不容易得到感染的 最容易得到感染 其實是在不知情的心情之下 帶病毒者在社區爬爬罩 比如說既然這司機 或者是旅店 尤其是Model的服務員等等這些 他們才是比較有風險的 醫護人員其實並沒有很大的風險 好那你塞出來以後要怎麼辦 塞出來以後就是應該要去做核酸的驗證 你所有的普篩 他我聽說他好像是要用那個快篩的檢驗 考慮 因為他沒講說他到底要用什麼所有快篩都一定有那個敏感性跟特異性的問題 所謂所以敏感性的問題就是說有的有的被感染者你也不一定會測得到 特異性的問題是說你測到的有可能是假的 他可能是其這個是沒有其他病毒感染或者是沒有感染 李醫師你論述前補充 因為我看到是陳其邁 他自己也是醫師 他他講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送你一桌 我就很亂 他說在四月二十三號之前 臺灣的這個檢驗送檢的人數是五萬九千多人 那麼其中確診感染的是四百二十七人 這代表臺灣的陽性率是百分之零點七不到一趴 那這還是採檢比較嚴格標準的情況下 如果讓無症狀者也加入篩檢 這個比例會更低 他的藝術是說如果我們塞了像是有這個偽陽性 偽陰性的狀況 是不是會造成醫療的天下大亂 對 那個副院長所講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現在對醫護人員已經擴大了 擴大篩檢了 他們其實是蠻安全的 我們我們也是怕醫護人員會不知情的 情形之下感染 甚至會有無症狀感染 所以我們現在一生病就要被塞 而且你那個病不只是不管什麼病 發燒 咳嗽 流鼻水 臘肚子 說不定你都要去看一下 要不要做篩檢 我們不一定肺炎 那就全部篩了 那到目前為止擴大篩檢 以後醫護人員沒有一個得到感染 表示我們社區感染 的確是非常零星 非常零星 沒有擴散出去 然後你如果是用快篩 而不是用核心去做的話 就是會有這種問題 你如果是說你的那個特異性是百分之九十五 聽起來很好 可是問題是特異性百分之九十五 意思就是說一百個人去篩的話 那個陽性的裡面有五個其實是假的 它是陰性 被你那個莫名其妙 非特異性的反應篩出來了 所以你四千個人 如果有一百個人被你檢測是陽性 裡面有可能是五個是 就是假陽性 那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就是你想想看 他疫調一個人 又疫調了十幾二十個人等等 那個真的是沒完沒了 你如果要去擴大篩檢 像我們我覺得是要有建設性 你想想看那幾個官兵會去到哪裡 你最風險的人不是醫護人員 你不能夠說醫護人員很聽話 我就把你抓過來篩 我們是很聽話 沒錯 但是你們很有腦袋 你會自己吵架 我們都是站在前線那無冤無悔 可是不能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公務員是第二個 聽話說公務員來篩 也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好吧 你去考慮一下 你總知道說那些官兵的動線 哪些小吃店 這些地方 你又高雄市的市民 如果有任何人 你懷疑自己 可能去過那些地方 而且你有疑似症犯 你想要篩的話 我們可以幫你篩 高雄又不是沒有專家 這樣不是比較有有用嗎 而對這些不分青紅皂白 反正在高雄北區南區東區 所有的醫護人員全部篩 這個大概沒有什麼成本效益 好 因為我們看到 到底韓國瑜他盤算的是什麼 東豪哥請教 這是高雄好過日 這個粉專我長期觀察 我覺得他們應該也是有一點霸函的意味 但是他用政治動機方面去推說 他們看到的韓國瑜為什麼說要普篩 為什麼要封城兵推 他們看到的是這件事情 他說 好 比較有可能是要帶風向 製造市民的恐慌 還有挑動地方跟中央的對立 以及破壞對防疫政策的信任感 就是說要破壞對陳時中的信任感 你有沒有讀到這樣子的味道 我那麼講 其實你講他講那麼多 其實只有一件事情 那韓國瑜在過去這段時間 你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好 那盤石劍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因為一定程度的恐慌心理一定會有 其實我們已經經過好幾波恐慌 比如說在醫護人員安養院的 比如說有一個工作室老闆 然後金山 因為是不明感染源的 還有那個酒店女後關 但是這些個案當時都發生在北部 盤石剛好發生在高雄作營 韓國瑜不笨 你知道利用這個機會 他找到一個舞台 所以你注意看他喊了幾個事情 包括普篩 包括他本來不是兵器推演 他本來是要說封城演習 那包括挑戰陳時中 就是說我要做電話異調 我們可以挑戰陳時中就逆到 他沒有什麼好輸的 你記得一件事情 韓國瑜是沒什麼好輸的 韓國瑜的心態上是患得患失 他一下子想這樣 一下子想那樣子 所以他會提出說希望法院 找行政法院 又想低調又會暴衝 對 可是所以你注意看韓國瑜 在這段時間所有事情 其實跟六一六號都沒有脫離 所以你說為什麼要去碰陳時中 其實也是為了六一六號 就是說基本上他沒有什麼好輸的 因為六一六號如果被罷免成功了 他就結束了 所以在這之前他會很多事情 那你說的東西要吃出 我們要找到一個理由 普篩這件事情其實就建立在說 高雄的民眾會因為盤石劍 會恐慌 會緊張 所以他就叫普篩 因為我們個人在追求安全感的時候 有一個迷思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現場的人 我們全部普篩一次都是陰性 所以我們都很安全 但是有一個我常常提的一個疑問 我們用什麼普篩 我們是用核酸試劑篩還是 因為我們自己的快篩都還沒有量產 對 那還是你要拿韓國的 還是拿中國的 用快篩 就一定要那個試劑有個來源嘛 核酸 核酸 跟李醫師講很清楚嘛 我上次看另外一個醫師給我示範 他拿一個竹籤 竹筷子 比這個還長 然後大概要插到一半 鼻子比相近一半的距離 我看到我當然傻眼 好這個我不是要嚇你 但是你做核酸的時候 因為你的彩樣要夠深 否則你會測不到 那我們如果今天就算全部做完了 今天今天是安全的 一個禮拜以後 我要不要再塞一次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們都怕有什麼 大家一定被教 又不是說你這樣之後 然後你就自己就關在一個空間裡面 你還是會出去走動 除非我們全部都要與世隔絕嘛 那所以你在看韓國市長的事情 就是說他所有東西基本上來講 他就是希望能夠翻轉 那個6月6號的事情 但我覺得他現在翻轉 可能有點困難 你看各路的人馬 不只是一屆 比方說資深媒體接受 他不懂總統 他是雜牌A貨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要休息一下 稍後繼續來看到的是 好這個磐石劍 我們再講 他到底是隱瞞 還是說是回報不確實 你看到國防部他們的態度 到底是發生怎麼一回事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磐石軍艦的軍官 這個染疫的情況 已經是有30例確診了 疫情中心也針對確診這些人 我們要加強的一個採檢 目前看起來都還是陰性的 不過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個案 是台鐵的車長 說同一個時間他跟確診者 是在這個健身房裡面運動 後來他身體出現一些症狀 包括他有發燒 還有輕微的肺浸潤 目前也在等採檢當中 消毒人員全部武裝 在台東的台鐵員工宿舍內 碰過摸過走過的地方 全面消毒一遍 一位一名台鐵列車長 在與確診官兵疑似接觸過後 出現症狀 隔天沒有一片 然後整批的教練 全部都放過 他現在的教練 是從別的地方調過來的 所以那些教練 應該是在一家自民中的14天 田延東潮州連鎖健身房 貼出公告 20號緊急停電一天 全館大收毒 因為一名殘食健的確診官兵 在4月16號上午10點半 到下午2點 曾到這裡運動 而台鐵一名年約30歲的列車長 同時間也在健身房 19號搭台鐵舉光號到台東 入住台東宿舍 20號執勤貨入列車 同日被通過拆檢 而拆檢時已經發燒 被要求住院 跟傳出已經有被禁潤 但指揮中心公布 他早在4月8號就有 合受症狀 看起來是光有被禁潤 到底是8號的這個疾病呢 還是說在4月16號 接觸了才有這個指定 我們認為都還需要在 入住的研判 根據了解這名車長 剛才曾到台鐵行車室報到 也住過宿舍 並在列車上活動 接觸過乘客 與其他空人近距離聊天 台東站目前是一位 因為跟他調車的業務 有跟他比較近距離的接觸 一踩是陰性 那昨天有在做二踩 該名車長25號下午 二踩結果出爐 全部都是陰性 初步了解至少有4名接觸者 目前請假在家 自主健康管理 但因為還有相關症狀 未來復原後 會不會進行第三次篩檢 指揮中心強調 還是要看醫師判斷 我們回過頭來講說 整個磐石劍 他在下船之前 你相關的比方說 在航行的過程當中 發燒回報 說有回報 但最後發現說 他回報記憶點有錯誤 是扁桃線發炎 他不是真的回報說發燒 所以最後還包括 有連檢的問題 那軍方告訴你說 是因為回報不確實 連檢不確實 他說這個不是叫做隱秘 那我覺得現在目前看起來 聽起來有點像是 文字方面的一個修正 是文字遊戲 來 艦長 我們這樣子 家裡有小朋友的都知道 那個如果扁桃線發炎 通常都會發燒 那所以我們這樣講 那個支隊長 他家裡有小孩 所以他的小孩已經很大了 所以他的印象 應該一直停在那裡 他有回報 有關於扁桃線發炎的部分 那但是他可能直接聯想到 因為他的定義 他自己個人經驗裡面的定義 他自己的經驗 覺得那可能就是發燒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有關於聯檢小組的問題 聯檢小組的問題已經不是第一天了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聯檢小組 他不管他那邊軍法或者是法治官或者是監察官或者是醫官 他一共那邊多少人 我以前在船上我們在船上每天晚上八點鐘就是要做一個那個安全檢查 安全檢查到各艙間去看一看各艙間的狀況這麼正常 以一個中字號而言比那個遠比就是以前到外島可以看到那開口笑 我們這樣子走一圈如果有認真負責的走要一小時而且不是每個艙間抽查的艙間 就是說我去檢查艙間大概不到六分之一 其實很少 安全檢查他要檢查什麼樣的效果 因為我們的安全檢查就是看各艙間有沒有泛水 就是有沒有海水跑進來有沒有淹水 然後看看有沒有那個收工的時候 就是早上在做各種訓練的時候東西沒收的 可是聯檢小組他這群人上去 第一個他對於這艘船夠了解嗎 他每個艙間都有去看嗎 他有去過大軸艙嗎 那大軸艙是可以放東西的 他有去過那個空調間嗎 那這些都是很奇奇怪怪的部位 或者是煙囪的那個通道 他有去看過嗎 所以我這樣子講 聯檢小組一直都是個問題 那也就是說 那鏡長你的這個聯檢小組跟我們認知好像不太一樣 我們講的是比較是醫療方面的 但是你講的是還包括其他的 比方說可能酒啊 煙啊什麼的那些的茶葉 過去其實聯檢一直都是處理在這個 維靜品啦 對 有沒有走私啊 然後他的編組原來就是一組人來做這件事情 那以前衣冠是相對比較輕鬆的 對 因為就像剛剛講的以前都是茶總 反正你自己寫一寫 然後可能涼涼體溫或是什麼的 那所以他就就是官室文章啦 就是大家做完那個paperwork做完就算了 那可是萬萬沒想到船上竟然就出現案例 所以我們這樣講 聯檢小組到底應該怎麼做 其實我們要好好想這個問題 不管是以前查走私 或者是因為以前還有曾經聽聞 有人把整那個一架那個重機啊 用他直接帶回來 但是他不是整整量帶回來 他是在印尼買了各種零組件 然後他利用航行的最短的時間組裝 然後一靠左銀港的時候 他就把整個騎走 那個傳聞 傳聞 可以自行組裝重機 那個 很厲害耶 我們的那個士官的 士官長 士官的那種技術能力不要緩 那那憲兵也很厲害 他的視力好到這個摩托車騎過去都沒看到 那以前那個年代對於檢查車輛進出迎門 不是這個樣子的 不是像現在還要開行李箱 還要檢查 以前不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以前可能發生 但是現在大概近十五年 大概不會發生 那但是我們要講 這樣的檢查真的有效嗎 不管說是我們講說 以前的這些查走私 或者是現在的疫情的問題 其實都沒有效 那如果都沒有效的話 有沒有一個新方法 這個才是目前在調查之後 最需要注意的 而不是說我們現在一直要查 說要把誰拔掉 要把誰拔掉 那因為這樣 你只要說把誰拔掉 大家就想到 那我要負責任 我要負責任的時候 很多事就都不講了 以前曾經調查過海事 就是兩條人撞在一起的 都講一句話 當開始調查海事的時候 沒有人在講實話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在想 我在這中間會被怎麼處分 那所以我們先把整個事情釐清 做總是這一次的教訓 要作為未來的經驗嗎 不然一直一直在談這個處分 因為大家可能沒有看過我們海軍的計畫 我們的計畫 例如說你是什麼什麼官 他下面就會寫你要付什麼樣的 就是你單付的是什麼樣的權責 那如果是這種權責 對不起 你如果說該 就是每天承報這個紀錄 很早以前就講有這張紙 那可是那個時候大家都不注意有這張紙 後來等到國防部拿出來這張紙 才發現其實國防部很重視的 裡面有發燒 不明原因發燒 不明原因發燒 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當然他要面對的就是武漢肺炎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他們在出航的 那個時候的狀況 我們說這個確診病例數也還不是那麼高 可能讓他們輕忽 那現在我們這個時間點回來看 我們看到是你說這個連檢小組 他檢查一個小時 而且他其實過去是要檢查很多細微的項目 不是我們認知說 我是要針對你的身體的健康 但范老師 其實我們看到是 好 你過去是一個小時 那你可能要檢查那一些有的沒有的 但是這一次的情況又不一樣 你已經知道說武漢肺炎當前 而且我們跟你講說這個發燒這件事情 或者相關的這些已經有通報 比方說我們之前講說 你要一些症狀 秀味覺等等 這些都要加入之後 但他的連檢小組 還是維持在一個小時 那顯然你就是要過水而已 對不對 就是腦袋沒有跟著 整個的情勢來轉變 把過去那套SOP拿來 現在還來使用 但是我們知道主客觀環境 已經是不一樣了 特別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 國防部當時要做敦目的艦隊出發前 照理來講 一定要跟CDC有溝通 而且要跟他們 要尋求他們專業的一些知識 我相信如果陳時中當時有參與 這個敦目艦隊的這個計畫 他一定會告訴國防部 你們到時候這個要下船之前 一定要做要相關的一個檢測 不是這樣一個小時就解決了 一定要有專業的防疫的 相關的配套措施 否則這也會造成很大的一個風險 一個漏洞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當然我覺得亡羊補牢 也算是優位玩意 國防部現在已經把他的防疫中心 跟我們的CDC整合了 所以現在變成說CDC 沈向溝通的部分 對 就是說 因為國防部自己有一個防疫中心 那你自己做一套 那跟這個衛福部這邊 好像變成是雙頭馬車 那現在說兩個要整合在一起了 那我覺得這是個好事 而且我也認為未來 明年如果還是有敦目艦隊 如果他們明年下船 絕對不可能一個小時了 因為大家會更注意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次當然也學到很多經驗 雖然對國防部來講 也算可以 是慘痛的經驗 慘痛的經驗 但是我覺得也是一件好事 至少未來我們各種的國際交流也好 大家會更在意這個防疫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這次武漢肺炎 可能短時之間也不會結束 不過這次 我跟我直接這麼講 這次我們遇到的狀況很特殊 它不是只有排時間的事情 你如果算時間 我們當時是同時面臨兩件事情 也就是說 其實是遼寧艦 那六艘船組成的艦隊 從經過台灣我們東部海域 一直到南海這段時間 因為這件事情 國防部為什麼這次被罵那麼慘 一方面 那時候資訊斷念 沒辦法第一時間講清楚 你拖了四天以後 才陸陸續續把過程拼湊出來 第二個其實很多人的怨言是在哪裡 為什麼海軍沒有出來 為什麼是副司令 但是你現在就可以看到 這也是未來 不管是誰執政 你要去考慮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要講盤石艦 盤石艦發生疫情的同時 其實是遼寧艦在台灣 外海一直到南海 所以大家一直在追說劉志斌 其實有兩個人一直沒有看到人對不對 一個是參謀總統長黃曙光 一個是劉志斌 這兩個人在哪裡 為什麼海軍 你注意看 為什麼海軍司令部 一直是一個副司令在那裡 因為其他人全部進山洞了 我所謂進山洞 就是恆山指揮所 事實上這是對台灣一個很典型的壓力測試 他做兩件壓力測試 一個壓力測試是外部的壓力測試 就是遼寧 遼寧這六艘船是你看得到的 海面下有沒有潛艦 前一陣子 中國的網路公布了一張很特殊的照片 那看起來是衛星空拍 就是美國的那個美利堅號碼 它那個是兩棲攻擊艦 它可以做垂直升降F35B的 從衛星空照 你可以看到說有六艘船 大範圍的把它包圍在裡面 來 東豪哥講的就是這一張圖 這個衛星空照圖上面 美利堅號是在這個位置 但是你有看到它其實有這個燈光 這樣長長的這個 這應該是一個動物 在它比較遠的地方被包圍 好 黃曙光他們這些海軍 這些海軍的人跑去哪裡了 為什麼到最近還出現 一直到遼寧號北返 也就是說這段時間 如果我們不客氣的講 我們的外部壓力測試裡面就是遼寧艦 所以我們自己有多少艘船在海上 比過去正常的防務多了多少倍 包括澳洲的船都在南海 第二個壓力測試就是磐石 因為兩件事情同時發生 這個時間是完全重疊的 磐石造成的其實就是南部往北船的 怕社區感染 然後你第一時間沒辦法 如果只單獨面對一件事情 我想我們的表我們政府的表現不會那麼那麼 就是讓你覺得那麼差 因為主要在國內聚焦的 一定在磐石上面 所以你這次是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很實際的一個考驗 我是讓我覺得是難人可貴 同時可以面對遼寧的壓力 也同時面對磐石的壓力 我覺得臺灣的這個可以 當然這個是一個不好的經驗 但是也讓我們更鍛鍊了 我們臺灣人的防疫的觀念 就是我們看到的確上個禮拜 這些阿兵哥到哪裡 而且是北中南都有啊 百貨公司大賣場 可是漢老師你知道嗎 我們的危機又來了 雖然說他們還沒有真的被確診 但是在密切觀察要採檢的人 我們看到這樣的訊息 請教李醫師 因為你看這個臺鐵車長 他怎麼會跟軍方有接觸 原來是一起在健身房運動 那健身房運動 顯然有一個時間比較長的雙倍 那我不知道說 他們是不是真的是在左邊右邊 這樣一起運動 但是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好他其實也去採檢了 一檢的時候是陰性 但是不行的事情來 他就是出現了發燒肺勁潤等等一些狀況 現在住院隔離當中 當然還要再進行採檢 但是這過程間 說這個車長在四月二十號的時候 他有去執行一個貨物列車到潮州 又跟兩個軍方押解的這一個運員 有接觸 所以現在大家很擔心說 他接觸的不只是有軍方的人 那接觸不只四個人 那可不就是有沒有可能在殃及其他的人 那還有我們看到一個狀況是說 陸軍也有一點危機了 本來是海軍 現在陸軍的狀況是說 好當天有指揮部兩個官兵 因為他們是要支援運載磐石軍艦確診的官兵 然後現在有兩個人 他們是因為住院治療 是因為他接觸過後呢 出現了這個腹瀉的情況 那因為我們現在知道說 採檢的這個症狀裡頭很多元 但是腹瀉可能也是其中的一塊 李醫師你覺得這會不會讓你覺得高度的優心 不會 低度優心而已 低度優心 因為你沒有那個確診之前 他都不一定是事實 那尤其是那個腸胃炎 我們說這個新冠病毒感染以後 腸胃炎大概是百分之五而已 這不是很常見 所以你說腸胃炎必須要考慮新端病毒 當然要 可是腸胃炎就是新冠病毒 不必然 很多大部分的腸胃炎 你可以說不是新冠病毒 發燒是比較需要注意的 因為那個年紀大的成人 他會發燒是比較不尋常的 因為那個普通的感冒病毒 不會讓他們發燒 唯一的就是突變的病毒 目前我們突變的病毒 就是流感病毒跟新冠病毒 兩個要注意 所以他也有可能是流感 或其他的病毒感染 所以這個要等到他確認以後 是不是有感染再去做追蹤 那以前我們從境外移入的 那個確診病例 其實也有出現這樣的情況 他回家以後傳染給那個家人 家人 家人就傳給家人 這種這種我們可以追追查到 他的傳染鏈的這些感染 其實不不必太優行 雖然他是算扁土 如果他傳給列車長 這些人的話算扁土傳染 但是他不是沒有明顯傳染 於的一個社區感染 我們還是可以 萬一這個列車長確診 我們又又可以再去追蹤 他的那個接觸者 我們會逐漸擴大 是需要去擴大他的那個隔離跟採檢的範圍 這個反而倒是不必太優心 我們對其實最需要注意的是那個沒有明顯傳染源的社區感染 而對這個這次的海軍 他們可以追蹤的話就無所謂 那我另外補充一下 剛剛說發燒有沒有通報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在通報的時候 一定是通報整動 而不是通報症狀 我覺得這個是他的通報當上面的一個缺點 因為你說是發燒 然後他有喉嚨發炎 你你去通報他是煙火扁桃腺炎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謂的不明原因發燒是說 醫生看你發燒 看不出什麼疾病的時候 那個才叫不明原因發燒 做那個診斷是有點丟臉的診斷 就是說你看不出他是什麼原因 通常醫生會避免這個診斷 要發燒就一定要找出他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不然中耳炎鼻鬥炎 不然就細管炎 總是有一個原因 那個發燒是症狀 通常是你不得已的時候才才下這個診斷 所以我想這個這個通報 當然也需要去做一個一個調整 就是說你如果認為說 有一個新興傳染病 必須必須要注意的話 你就不能夠只只只去列診斷 叫大家通報 因為這個劍上根本沒有診斷新冠的能力 你必須把新冠特殊症狀也列在上面 有多少發燒 有多少咳嗽 有多少胃嘴嗅喪失 這是未來必須要去那個重新檢討的 李醫師 因為這一題 我覺得非常的詭異 我一定要跟你請教一下 有專家大膽預言說 這個肺炎70天內 他的預估蠻大膽的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人敢保證 他說70天內幾乎就可以消失了 這是一個以色列大學的這個主任 蠻有趣的 他名字也叫以色列 他叫做班以色列 那這個人呢 他的說法是說 經過分析之後 他認為確診病例每天增長率 一開始是百分之三十 六個禮拜之後降到百分之十 第七個禮拜 大概第四十九天 他說會降到百分之五以下 所以他現在的預測是講說 不管你有沒有嚴格的封城 或者是做一些比較嚴格措施 還是寬鬆措施的地方 都會是這樣 70天內就可以消失了 好 我也可以大短的做出預測 70天絕對不會消失 為什麼這個我覺得他是用數學模式去推估 那用單純的數學去看疫情 可是我一直強調感染症 然後我們的疫情絕對不是單純的數學程式問題 不是這樣子 他有很多那個我們沒有辦法掌握的變數 比如說他疫情的確診數目 他就不是一條線 他一定是曲線 三三下下 三三下下 然後他還受到很多連尾因素的一個干擾 然後呢 醫學的那個曲線 大部分的曲線都是都不是直線而是曲線 他要上去的時候 你看那些歐美國家 西班牙美國 他的病例上升是這樣子 指數上升的 那那個前五期的那個調查 也是顯示說 大部分的人在前五期四六七天 然後然後有的人十天 十一天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然後他是曲線 我們疫情的消失也會是曲線 他不會是直線說 你可以外插法 外插到哪一個是零 他他顯然就是用外插法 你每天減少多少 每天減少多少 外插到零 那七十天就是零 事實上他一個疫情要消失的時候 絕對是曲線 就是他會好像滑行下降一樣 他不是直接觸地倒炸 他是滑行下降 而且這裡面還會有很多波動 你看就是歐美國家雖然在下降 但是新加坡 都正在上升 對不對 這很多 很多國家有不停的 然後現在是北半球 逐漸變熱 一定會下降 南半球逐漸變熱 他可能上升 這很多地方 而且還有一個變數 很多開發商國家 尤其非洲國家 他是很多黑數 他說不定已經爆發大規模感染 我們不知道而已 因為檢驗能力有限 那麼多的黑數 然後加上我們對這個病毒的認知 他有很多無症狀感染 有很多輕症感染 那他不太可能會離開人世間 所以我可以大膽的預測 其實天是不會消失 好 忘記會騙去 不過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的是 好 大家都在講說 中國他罵我們 他說你們就是以意要謀毒 但其實全世界看在眼裡是 他們是以意要謀罷 讓我們看到的是 剛剛在講說這一張衛星空照圖在南海 他宣示出來是一個什麼樣的意思 真的是美利堅號說是被解放軍給包圍嗎 我們稍後有進一步的分析 好 因為武漢肺炎 在這樣的經驗之下 我們知道說海軍的確是高風險 現在看到是美國軍艦又載船有確診 這是一艘在加勒比海上面執行任務的驅逐艦技德號 現在至少是有18個官兵 他們確診感染武漢肺炎 好 就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看到中國的解放軍 在這個4月23號 他們釋出了遼寧艦 還有山東艦雙航母的一個演訓畫面 現在被質疑說 在全球疫情當前 他們要對各國要進行軍事方面的壓力測試 報告指揮長 16號浮標發現聲大接觸 保持接觸 中國人民海軍成立71週年 不只兩艘航母 遼寧艦 山東艦 被推到海上銅慶 萬頓級驅逐艦 南昌艦一併海誓 當中殲15起降更點綴了滿點氣勢 因為表示中國的雙航母戰力 進入了新的層級 雙航母戰鬥群 如果一旦行動出海能力 說如果我們海軍有在中原海 特別是海空的進攻出海能力 由於我們雙航母戰力 學會做到能力會明顯地增強 山東艦的項控陣雷達 能夠360度探索海空目標 增加預警範圍的情況下 加上飛行編隊的密集訓練 反映解放軍海軍正在加強 中原海作戰的適應能力 超音感美的成果早不秀 晚不秀 偏偏懸懸在羅斯福 戴高樂 以及我國敦目艦隊傳出官兵 趕上武漢肺炎後大鳴大放 中國是想用更多的艦載機來作為武器 而不是搭載更多的艦炮或導彈 你的艦導縮小了 那你的這個騰出的空間就更大了 包括你底下大家看不見的這個機庫 肯定多了大了 那你裝的飛機就可以更多了 差不多時間美國太平洋艦隊 在推特上分享帕克級神盾驅逐艦 貝瑞號在23號穿越台灣海峽的照片 相隔13天再度航進台海 肆想藉此遷居中國 可偏偏除了疫情外 波瓦還有伊朗在當美國的伴角石 此刻美國抱病上陣 中國的雙航母乘人之危 好 剛剛新聞是中國的雙航母乘人之危 不過我們現在看看這個報導 它是這樣講 它說遼寧艦戰鬥群 八艦包圍美麗堅號 而且是有畫面有真相 說南海的衛星空照圖曝光了 這裡面這是根據香港媒體 東方日報號的報導 它說在18號的時候 他們已經宣布說海南省的三沙市 在南海它又設了 包括有西沙區 有南沙區 而且同一天 我們看到是有準航母支撐的美麗堅號 這一艘船它進入到南海 然後就有了這一張的圖片 那它這邊的解釋是說 在美麗堅號附近大概 十到三十公里出現的八艘軍艦 重點是它說沒有顯示 到底是美軍還是解放軍 那會是被解放軍包圍嗎 來艦長進一步分析 我們問問題要找專家 不能找專門害人家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請各位觀眾看我手上的這張圖 其實很清楚 那這張圖也就是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這張圖 這張圖有大有小 那這邊它其實就著名了美麗堅號 它是原來其實是這麼小 它把它放大成這麼大 然後它這個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看到有大圈圈小圈圈 小圈圈是它原來的位置 大圈圈來是它把它放大 它放大的目的是什麼 要讓大家可以看清楚說 它的甲板 它的甲板全東式甲板 然後確認這個是美麗堅號 那我們大家來看這些船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個 有一個非常特殊的 他們的航向好像都是同一個航向 他們都是同一個航向 第二因為它放大倍率不一樣 所以你看圈圈好像有點大小不一樣 其實速度都一樣 那為什麼大家會速度都一樣 因為他們是遠征打擊群 它不是被包圍 那個是美麗堅號 自己的遠征打擊群 什麼叫遠征打擊群 就是它 它就是一艘 現在看來叫做輕航母 那它在外面必須要有所謂的驅逐艦 甚至是巡洋艦來護衛它 所以它才會這樣 然後說你有比照組嗎 當然有比照組 對不對 所以要問專家 不要專門害人家 那我們來看這張圖是去年九月 去年九月的雷根號 那去年九月的雷根號的這張圖 那其實我們看到最大的這一個位置 它所指的這個方向 這個就是雷根號 我們看這個 是不是它的航向都四面八方 它的航向是不是都四面八方 這個就是來攔截的 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就傳說雷根號打那個航空母艦打擊群 因為如此 所以它的指揮官被更換 那所以其實這一次在南海發生的這一個狀況 那當然那個某些國家喜歡大外宣 那所以它就是反正黑的也要講成白的 然後明明是軍事 其實剛剛有問到的一些人 是軍事專家 可是它就一定要做其他的解釋 那就變成不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看 現在在講遼寧號 他們講雙航母 的確雙航母對臺灣未來會 它的操演是一個威脅 可是海軍作戰 雙航母其實可能只有一艘可以使用 為什麼 因為海軍作戰 它要先訓練 訓練結束到一個水準之後 像我們中華民國海軍 就是要完成假操之後 它才驗證它有戰力 那你問題是 你的戰力不是一直維持在那邊 為什麼 因為你的艦長會任期到了 因為你的那個相關的軍官 士官士兵都會更換 都會調動它的職務 調動職務之後 它的水準就下降了 那要重新的訓練 另外難道艦艇不保養嗎 不維修嗎 所以海軍講究的就是三分之一訓練 三分之一扶勤 三分之一那個 都是這個制度一直在進行 那我們來看 現在他剛剛講雙航母 大家有看到最近山東號出來嗎 有嗎 山東號自從去年十二月回到了大連之後 好像沒有看到出來 因為他們出來絕對是敲落打鼓 從來沒有看他出來 那這他一直沒有出來 就象徵另外一件事情 山東號他跟遼寧號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仔細看這張圖 那我們上面的這張其實是遼寧 下面的這張是山東 那遼寧跟山東最大的不同 就是其實他的大小 我們來看旁邊的這個位置 那他其實大小不一樣 這就是剛剛中國的軍事專家 那有些真的是專家 他講甲板比較大 可是其實大沒有多少 最重要要基庫大 對不對 甲板大 當然他有很多的餘裕 那我們看到說這個大外宣裡面 他剛告訴你畫面上 我就是要秀出我們雙航母出航演訓的這些畫面 那創下歌我們還有看到的是 也是時機點挑的很精準 就在這時候 他們解放軍海軍成立的71週年紀念日 好 他要告訴你什麼呢 他們報導的是說 來來來 我們有這個叫英級12B的陸基反艦飛彈 而且他告訴你說 我這個飛彈可以打多元 我跟你講我可以打射程式 450公里到600公里之間 所以意思是什麼 那個美軍如果你要部署在南海的島礁 然後你就要倒霉了 其實中國的飛彈打得很遠 這個東西從來不用去懷疑 但是飛彈打出去之後 準不準嗎 準不準 能不能命中 你是600公尺的範圍 還是6公尺的範圍 這才是關鍵 那中國的飛彈到底行不行 我們就記得 上個前不到一個月的時候 長征3號 長征7號 兩個已經非常成熟 20年的火箭 一發射之後就爆炸50秒 所以他絕對不是上空之後 被美國的間諜衛星打掉 因為50秒根本還沒離空 就是因為他的晶片不行 因為美國中美貿易戰 去年的時候禁止美國的晶片 好的晶片過去 所以他們晶片就不行了 沒有美國晶片 他們用自己的晶片 所以中國的實力 我是覺得不需要那麼去誇大 我們不要小看他 但是不需要那麼誇大 然後剛剛那個建長講的 要靠專家這很重要 因為他一講出來之後 很多人的玻璃心會碎了 很多人就覺得說 現在美軍已經不行了 美軍四艘航空母艦不行了 亞太失衡了 所以這時候不要得罪中國 你看中國的軍艦那麼強大 八艦維持了 維了一個美利堅號 所以好像 可是真正的狀況我們不去看 那是演訓嘛 那當然這中間過程中是 美國也調弄了寮國的 那個澳大利亞的軍艦 那代表什麼意思 馬上就是有盟軍地補 那當然我們呢 我們的兩艘軍艦 其實上面有一艘 四月六號還要升級 八億元要升級 反電子干擾作戰 所以剛剛講的電子干擾作戰 我們台灣也有準備的 然後我們這 這其實整個戰 南海戰情 沒有到他們想像的 那至於遼寧艦 要我揚威 我只能告訴你說 遼寧艦上面 可以載的是殲15 號稱24架 你從來沒看到他滿載過 但是呢 美利堅號 你看起來不像航空母艦對不對 叫輕航母 美利堅號上面有六艘 至少六艘以上 F-35B F-35B目前是在亞太地區 幾乎是全世界 除了F-22 很少人可以與他批敵的戰機 所以整個狀況 其實都沒到這麼狀況 其實這裡面的狀況是什麼 現在的狀況 對中國來講很重要 因為兩年前 習近平 那時候在南海大閱兵 大家看到軍龍壯盛 只是說他擺出的對型很奇怪 不是一個戰鬥對型 一整排的閱兵 然後他們的航空母艦也去了 什麼軍艦都去了 就後來不了了之 為什麼 是因為當時的時候 美國就派了羅斯福號戰鬥群 帶了四艘軍艦過去 整個中國就不了了之 所以現在他們是經驗 現在你羅斯福號中標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美利堅號出現在南海 因為他只好替換把這個搭燒換小燒 但是中國那邊就趕快說 你看我們要血死了 因為就是兩年前 所以其實是這狀況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回去看的時候 這個你看到這張圖的時候 我知道說這張圖之後造成了很多人 他們就覺得說 你看台灣就不要再得罪中國了 台灣不要再怎麼樣了 中國很危險 中國很兇悍 美國已經不行了 其實今天這張圖 其實告訴你的是說 美國沒有一腳像的脆弱 你剛才講說良人艦可以裝多少艘 24艘 號稱24艘 我查一下美利堅最高的時候 可以裝25架的F35B 然後還有那個12架的漁音直升機 那當然中國現在在做一件什麼事情 中國現在當然是以疫謀霸 所以為什麼菲律賓會公佈 因為各國很生氣 中國在這個時候利用你美國 美國好像幾艘軍艦航空母艦中標了 所以他在那邊宣布了25個島命名權 命名權就代表主權 所以中國在這個時候 當然他也在那邊海警船 去追了馬來西亞的那個艦艦船 他也去撞了越南的漁船 所以整個南海趨勢 其實中國確實有以疫謀霸的一個企圖 他去命名的話 大家不會跳腳嗎 范老師 反正他竟然就做一些虛工 這個命名又不用花什麼錢 對不對 我就做一做 也不費一兵一卒 他就是做一個 讓大家看 好像我有做什麼事情 你看這兩天西民去哪裡 他去秦嶺 陝西的秦� 去巡視 為什麼呢 有多重意義啊 因為秦嶺有一個毛澤東在三線建設時候 在一九六零年代的一個地下核生化的一個戰爭的指揮中心 地下兩千公尺 那習近平這時候去的是什麼意思呢 哇 外界又中國的媒體說 準備要對台動武了 因為他說這個北京的西山的 在北京有個西山地下指揮中心 因為他核生化的設備比較薄弱 不像這個 這個秦嶺 秦嶺比較深 所以他說呢 所以他說呢 因為西山的這個指揮中心呢 是他們家的龍脈 風水寶地的概念 風水寶地 那因為秦嶺前幾年呢 蓋了很多別墅 那邊因為他那邊很舒服 很涼爽 習近平呢 在二零一四年呢 就說這個秦嶺別墅要拆 就一直拆不下去 所以習近平這次到這個 到這個秦嶺去 主要其實是看龍脈 看那個別墅拆完了沒 所以他講說 哦這個環保很重要啊 我們一定要 他講是環保的概念 其實不是 他說因為別墅影響環保 其實不是 他是要把他們龍脈給顧好 可是他為了要 要這個這個 不要讓大家覺得他很迷信 他說我們去看看這個 秦嶺的地下指揮中心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中國現在習近平面臨到的是什麼 內外交迫 但是他又要展現出 他很厲害的樣子 你說那個遼寧艦 我就你看看 這是遼寧艦 這個這個巡視 他有沒有起飛 沒有啊 沒有起降啊 就是就是一個空間 就空間直接走嘛 我都懷疑裡面 大概只有坐一半的人 因為他怕會交叉感染 可能就是就是一個 一個模型船開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到時候 真的有沒有實力 我覺得沒有真正的這個較量 是很難看出真相 那這現在美國反而是什麼 美國現在看到你中國 你好像那個內部 這個鷹派聲音越來越大了 最近中國內部 哇很多輿論都說了 這個看到美軍已經感染了 現在是對台動武最好的時機 機不可思一定要掌握這個機會 連這個國台辦都都刊登了 轉刊了一篇文章就是說 什麼時候是解放台灣的最好時機 感覺好像真的要要要動作 所以美軍最近告訴中國就是說 不要輕舉妄動 你不要以為我的這個航空母艦感染 可是我還是有戰力的 千萬不要誤判情勢 誤判情勢的結果到最後 可能是你中國是你中共 自取滅亡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 雖然情勢很緊張 但是基本上來講 還是在可控可防的安全之內 郭文貴這兩天講什麼 他說P4實驗室的那個研究員 已經有人到歐洲去了 你要幹嘛 叫他污點證人 污點證人 這是習近平現在最害怕的地方 為什麼這兩天 他要把公安部的副部長 孫力軍抓起來 孫力軍是公安部裡面 唯一有公共衛生碩士學位的 一位這個副部長 所以習近平還有內部的危機 不過我們看到美國的情況 我其實覺得川普他常常語出驚人 我也不知道說他的防疫策略 到底是正確不正確 聽起來有些時候 都是錯誤的比較多 比方說他在這個疫情簡報會議上面 他說你可以用消毒劑 打到人體裡面 可以殺光病毒 那人會不會也一直這樣 就是也死光光了 我不曉得 我們一起來看 川普語出驚人建議把消毒液 注入人體在照射搶光進行排毒 但過不到二十四小時就換一套說法 我只是問你一個質疑的質疑 我只是問你一個質疑的質疑 只要看你什麼會發生 嘴硬說只是諷刺新發言 白宮發言人發聲迷糊主 指責媒體斷章取義 不過看看川普在發表時 逼問防疫專家的景象 尷尬又沒根據的想法被醫界痛斥 把全美的專家嚇出一身冷汗 全球知名消毒液大廠也緊急發表聲明 強調不管在任何情況下 產品都不應該注入於人體體內 專家葡萄也說 即使只有少量也可能致命 認為川普這一席話 不負責任又危險 風波過後兩天 川普擔心被問起消毒說 快閃躲避媒體 船隻作風再度震驚外界 好 我們四個字來回應川普 你說要注入這消毒液在體內 不只是你這個病毒死了 你可能人也會死掉 應該是這樣的情況 不過其實說治療到底什麼樣 比較有效呢 之前我們說瑞德西偉應該是有效 不過瑞德哥可能會很失望 因為他一直覺得瑞德西偉很有效 他自己名字也有 他很光榮 但是現在變成是好 世衛呢 他傳了一個訊息是說中國這邊的研究 但重點呢 他只是草稿而已喔 顯然這個研究並不完整 現在講說瑞德西偉好像這個效果不是那麼樣的高 把時間交給賢瑜 好 確實真的很多人覺得很失望 因為大家原本都把這個希望給寄託在這個瑞德西偉上面 我們來看這個市的始末 我們來看一下 世界衛生組織呢 他意外不小心手滑發布了中國研究人員的報告草稿 我揭露說這個Gilead這個醫藥公司 他們針對武漢肺炎的實驗性藥物瑞德西偉 在中國的隨機臨床試驗失敗了 這個消息讓科學家跟市場大失所望 那這個報導也指出來說瑞德西偉沒有改善這個患者 他們的病情也沒有降低他們血液中的病原體的存在 其實這一次研究人員 他們針對了237個患者當中的158個病人 使用了瑞德西偉 那剩餘的79個他們是進行了對照 也就是只有打所謂的安慰劑 好比說可能葡萄糖這樣子 結果部分的患者他們產生了嚴重的副作用 有18個患者還因此停藥了 那最後這個實驗他們導出來的結果 是認為這個藥物是無效的 不過真的無效嗎 也不盡然 因為這項研究 它是因為參與的人數不足而提前終止的 所以在數據上來說 其實沒有辦法導出一個有意義的結論 那數據呢 這個公司Gillia他們顯示說 他們寫說其實服用瑞德西偉 還是有潛在幫助的 我們來看到這一行 他寫說呢 Potential benefit for Remdesivir 但其實這個實驗並不成熟 所以其實現在講一切都還太早了 那我們來看到其實我們的防疫指揮官 陳時中他也說 其實在這個時候公佈這個臨床實驗結果很不OK 因為其實除非你的藥物 我們發現有造成重大傷害 才會立刻公佈要所有人停止實驗 否則是不會在臨床實驗進行中就靜置公佈結果的 那在原藥廠還沒有揭露完整消息之前 所有的資料 他說了一句話 其實都是像是瞎子摸象 那其實大家就是這麼的想要防疫的這個配方 神秘的解藥神秘的疫苗 但是呢 不要每個方法都亂試 否則你不死也只剩下半條命理 是偏方真的是太瞎 畫面最左邊 我們先來看到馬達加斯加這邊 馬達加斯加的總統 他之前在記者會上 他預告說 哇我們馬達加斯加厲害了 有一個神秘草藥 可以改寫世界歷史 現在呢 這個植物出來了 這個植物呢 可以用來提煉出治療 虐疾的藥物 現在他手要拿那個 不是啤酒喔 他做成了一個防疫飲料 他自己喝 他也推廣全國喝 畫面上這群小朋友 大家都手舉高 一起舉杯喝下去 然後記者還訪問小朋友說 訪問小朋友老師說 如果有學生不喝怎麼辦 老師說我們會說服到 他喝下去為止 然後再往下呢 是印尼這邊 這一杯看起來像芒果汁的 其實是印尼的一個 這個傳統的超杯飲料 叫做 那總統 印尼總統左科威呢 他一天他說 他會喝三杯這個 同時他接見賓客的時候呢 也都會用這個來代客 他自己喝呢 他說可以維持身體健康 這都很OK 那其實還有中國也說呢 他們發現什麼 板蘭根跟魚心草 還有這個什麼 雙黃蓮的口服液 宣稱可以治療 目前是沒有證據 可以這樣證明 不過有這個傳言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馬達加斯加 印尼跟中國 這都還OK 喝這幾個 你應該也不會有什麼事情 但接下來這就是輔導集了 請不要跟著做 因為這一杯東西哦 這個液體 是牛的尿 因為印度他們有傳言 說呢 這個恒河水的裡面 還有這個牛尿的裡面 有一些神秘的成分 有所謂的氏菌體 喝了你就百毒不清 你就可以預防武漢肺炎 好 絕對絕對絕對不要喝下去 那再來我們看到 旁邊這個行為 就是更加的不OK 這是限制級 就是死亡級的 絕對不要模仿 因為像是在伊朗 他們的殺菌酒精 我們都倒是拿來 好比說塗抹在手上 或者是噴在一些 可能公共場所的 但有人聽信了謠言 竟然把這個高濃度的 殺菌酒精 給直接喝下肚 幾天之內就有六百人死亡 還有三千人呢 是送醫急救 那這個我們沒有人想要 被用濕袋抬出去嘛 所以絕對絕對不要喝 那個什麼高濃度酒精 同樣很母湯的行為 還有來看到美國 唉 就是我們剛看到的新聞 這個老兄呢 川普他竟然說呢 紫外線光 保入你的身體 或者呢消毒水 注入到你的身體 讓這個這個消毒水 跑到你的肺部 去清潔你的肺 你就不會有武漢肺炎了 好 他一邊這樣講 還一邊轉頭 看那個旁邊的專家 旁邊的專家做得跟 完全雙唇緊閉 那在他旁邊的那些政府官員 看著這個總統的背影 可能會想說 這個人竟然是我們美國的總統 真的是天佑 美國真的是 就是God bless America了 只能說祝福美國了 賢瑜我請教一下 你覺得川普 是不是有一點怪怪的 因為你知道常人的判斷 也知道說消毒水注入體 那應該會有很大的這個副作用 比方呢 我說這個漂白水好了 平常我們如果沒有戴手套 去摸到這些東西 你就會覺得說 你的手一直有東西怪怪的 對 而且你開始會擔心說 因為皮膚有比較薄的地方 他其實會有一點點細心 你知道嗎 那川普他的腦袋裝的是什麼 我覺得腦袋是個好東西 川普可以考慮 找一下他在哪邊 其實川普他的言行 你要說意外嗎 也不意外 因為他就是Donald Trump 他有各式各樣講過 各種人銷毀的紀錄 好比說要講講不完 他以前曾經說過 他的人氣之高 他可以在紐約的街頭 槍斃一個人 他還是選上總統 結果他還真的選上了 他還說什麼 他他的登基大典 他就任的那一天 他說那個草坪上 滿滿都是人 人山人海 結果根本沒有 超過一半都是空的 他的其他的白宮官員 還甚至為了他 創造了一個 alternative 什麼fact 還是reality 就是另類事實 這樣的話 他就是一個空口說白話 不帶腦子上班的 美國總統 他是語不驚人 死不休啦 看完了美國 我們來看一下 歐洲這邊 中國武漢肺炎 這個病毒到底從哪裡來的 其實這個歐美國家 陸續都宣布要展開徹底調查 我們知道美國火大很久了 法國也是 法國最新一期的 這個費家洛週刊 更以中國大謊言為封面的標題 搭配了習近平 他戴口罩的照片 指出北京呢 欺瞞了所有關於 他比如說病毒的起源 病毒的規模 跟所有的相關數據 最後呢 才導致全球大流行 我們有人在追劇 是一日一時鐘 那美國呢 是川普 他也是一日幾乎一川普 針對防疫這一塊 但是呢 他講的話就已經開始超越了 超越大家的想像 比方說呢 消毒水注射到這個人體裡面 他認為可以消病毒 還有另外一個可以消病毒 他說 殺菌的這個紫外線燈也可以 但是呢 專家立刻就打臉了 你這消毒水不能打到體內 當然是不行的 那殺菌燈的部分呢 照大概五到十分鐘 可能你就會有致癌的風險 佳馨姐 為什麼川普這麼奇怪 第一個 川普他自己因為 長期他都有在做這個 西方人有一些 因為他這個冬天的時候 日照不足 所以他們常常都會有一個 這個叫做這個紫外線的 這個照射 增加他的維他命 類似日光浴 但是日光浴 對 然後可以增加 身體產生維他命D 同時讓自己的這個膚色呢 可以稍微不要那麼蒼白 那其實川普你注意看 他的眼睛 這邊常常一塊都是白白的 那貓熊剛好相反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很像那個 類似Monkey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有定期在照的人 然後他會帶一個護目鏡 進去做這個日光浴 然後紫外燈的 紫外線的日光浴 但川普講出沒有嘗試的話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因為大家也很習慣 那大家知道說今年呢 馬上11月就面對這個 今年美國的大選 那川普在今年這樣的一個 疫情當中呢 其實他在1月2月的時候 大家注意到他變化很大 1月2月的時候 他幾乎對於WHO 對於譚德塞 他沒有任何負面的 或者是這個講相反的話 那一直到美國呢 真的這個大型的 對 開始這個疫情爆發以後 他為了要一洗刷 他1月2月的時候 一直在順著WHO的這個路徑 順著譚德塞的這個過程呢 他因為壓力大了 他開始講相反 而且非常極端的話 所以大家知道說 對川普來講 一切都是在思考他自己的 這個政治上的需求 所以他講出沒有嘗試的話 大家也不會太奇怪 那反正他長期就已經塑造一個說 媒體一定會攻擊我 所有的這些媒體呢 都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站在我的對立面 所以以川普今天講出這樣的話 他第一個 大家有沒有意識到說 到目前為止 雖然說這個美國的這個初選 已經其實告一段落了 民主黨就是由拜登做這個 這個候選人 但到今天為止 整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拜登幾乎沒有任何的這個角色 對 媒體版面也都駁不到 是 所以川普講出這樣的話 無非是要應付他每天 每日的這個新聞的這個需求量 所以他就是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讓媒體消遣兩天 但是他就達到了他的目的了 但是有新聞 不能夠是假消息 很像 對 有消息可以 但是你要講的要是正確的資訊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是 好 現在是有中國的醫療人員 爆料金正恩 而且他的料非常的驚人 他說金正恩恐怕已經變成了植物人 究竟是真的假的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好 其實你現在可以看到一個 世界各國的氛圍 就是要跟中國來求償 已經不管是官方或者是民間都在發動 我們還要看的是 好 又來了又是口罩的問題 中國這個口罩 不能夠平管好一點在出口嗎 好 這個是加拿大的狀況 他們說不合格 完全沒有辦法提供給醫護人員使用 這個部分就有一百萬個口罩 好 還有各國在針對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要清算要求償的部分 你要有一些相關的訊息 其實法國媒體就講說 光是這一個死亡數字的內幕曝光 就是說中國欺騙了全世界 所以我們要怎麼看 這個求償到底能不能夠沉 會是一個大問題 來 冬浩哥 如果講求償能不能沉 其實沒有人知道 我只用舉一個例子 在911事件的時候 紐約雙塔被攻擊 然後美國當時就發現 他們就後來調查發現說 沙烏地阿拉伯政府 不知道是直接還是間接 有涉及援助到資助基地組織 好 那你知道911對美國的痛有多深 所以當時美國國會就通過了一個修正案 理論上外國政府因為有主權豁免 美國是不會追溯外國政府的 可是他們那一次為了911的事情就修改了法律 然後訂出例外原則 所以當時美國總統本來要否決這個法案 後來也失敗了 那911都過去多久了 好 可是這個事情來講 他有沒有形成對沙烏地阿拉伯的很多各方面壓力 有 所以美國後來跟沙烏地之間 對於基地組織 或者對中東的恐怖組織 他會在其他的方面採取合作態度 那你回過來看這件事情來講 就是說 美國現在的情緒 因為這次死人比911還多 所以他可能在國會裡面採取這種例外原則 就是在他的那個外交主權豁免的條例裡面 增定一個例外原則 就專門針對這個新冠病毒疫情 對中國產生求償 可是他是疫病的關係 會不會比較困難 因為他是國內 他可以修改他自己的法律 那對中國來講極其難堪 那現在關鍵是什麼 其實一開始我們有想到那個孫力軍的事情 公安部副部長 現在我們所得到的資訊普遍懷疑 所以其實不是什麼貪污舞弊 因為他是洩漏了相關的訊息 他是洩密 因為現在一直在國際間 尤其是歐美日三國的領袖裡面 一直有一個說法 有一份武漢實驗室的實驗數據報告 這個報告裡面可能是第一例 真正第一例的案子 或者是裡面的情況 會表示證明說中國為什麼隱匿 然後這個營利跟後續的處理不當 造成全球大流行 所以你去注意看 就是最近歐美各國的表態 從川普大概在15 16號 在那個電視訪問的時候 先做了那個表態就是說武漢實驗室的事情 他這次不是講他是人工製造的 是講他因為處理不當產生災害 然後緊接著什麼英國 德國 日本 法國 然後到G7 每一個國家的外交部長 陸陸續續都在講 中國你要對你要透明 你要透明 你都在講武漢 打官司是一個手段 就起訴中國是一個手段 他後面應該還有伏筆 好 也有可能透過經濟方面的制裁 Maybe會是一個比較快的方式 不過我們來看 好 今天這個是晚報 他花了很大篇幅來講這件事情 因為的確是蠻驚嚇的 創下歌請教 因為這裡面有好幾個不同的媒體 都是蠻權威的媒體 他們分別的報導是這樣 路透的獨家報導是講說 有中國是有派遣醫療團隊到北韓去 然後這個美國的CNN 他的報導之前已經有講了 他是說他手術命危 然後今天接著是日本媒體報導 他是說有這個編輯委員 這一個委員他的撰文是說 他手術失敗 而且說已經變成植物人 我們覺得這個可信度如何 基本上金正恩現在有狀況 這個大概是比較明確的 但是狀況到什麼程度 那當然這個局位 全世界都不知道他們的情況 然後美國也出動了五架的全球之音 去那邊去監控了 監控結果目前為止 倒是沒有看到北韓有大量的 不尋常的軍事上的移動 那第二個東西 所以在這個時候至少 不管金正恩是不是所謂的 已經病危了 或可能像今天日本媒體講了 是變成植物人了 這個狀況之下 可能都至少還沒宣布死訊 而且他的劇情張力蠻厲害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新聞畫面 因為他的報導是講說 北韓的醫生可能他沒有醫過 醫是領導的 就是說他太胖 所以他八分鐘手一抖 手一直在發抖 我們來看看這個新聞畫面 八分鐘 外媒報導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心血管手術後病危 北韓官媒始終沒有證實 現在又有日本八卦雜誌爆料 金正恩根本已成植物人 周刊現在編輯 引述中國醫療人員說法 趁金正恩下廂考察時 突然手按心臟倒下 醫療團隊緊急為他做CPR急救 同時聯絡中國支援 北京派出近50人的醫療團隊 達成特別班機前往平壤 評估後決定由 常年在中國研修的 北韓外科醫師 為金正恩進行心臟指甲手術 由於指導醫師太緊張 雙手發抖 加上沒有為像金正恩 這麼胖的人開過刀 原本只需要一分鐘的手術 他花了八分鐘才把指甲放入 導致金正恩變成植物人 路透社也報導 這個中國醫療團 是由一名中共對外聯絡部 高階官員率領 23日從北京出發前往北韓 很可能就是和救治金正恩有關 假使金正恩真的病危 他的親妹妹金宇正有可能接班嗎 已經脫北的前北韓 住英公使太久明分析 金宇正太年輕 北韓老成難以認可 比起金宇正 外界應該關注的是 金正恩同父異母的哥哥 66歲的前北韓 住捷克大使金平壹 他身上也有白頭山血統 更有可能接班掌權 但太久明也認為 北韓人民早已被訓練盲目遵從 就算最後由金宇正接班也會效忠 不會導致北韓局勢大亂 創下哥 因為醫生 我們一般講說 如果要動手術的話 應該是很聰明 手很聰明 但是他說花了這個八分鐘 才把指甲放進去 而且手一直在發抖 北韓其實他們的醫療 確確實實沒有像全世界這麼好 所以我們不能用台灣的水準 那當然我們台灣跟北韓 其實過去的關係 是有一些關係在 所以他們確確實實幾年前 也來我們這邊 跟我們的心臟開刀的權威呢 學了一些方法 可是你對於一個BMI 超過四十二到四十五之間的人 他那個血管的擴張 或整個大概你手伸進去的時候 恐怕跟我們一般 在學習的過程中 在處理的過程中 恐怕有問題 所以他們想說 根據這個日本的周刊現代 這些媒體講說 手在抖 因為另外一個抖是什麼 因為他是銀河宇宙大將軍 絕對不能出事 所以我相信那個醫生 經理壓力真的很大 那個醫生在動刀的時候 他恐怕不只是想到金正恩的命 他想到他們整個團隊的命都可能 當然現在金正恩的狀況是很奇特 因為他的專業跑到原山 那原山就是另外一個地點 不在平壤 而原山又是過去的時候 當那個整個他已經跟美國講說 他拆掉原子彈的基地 他拆掉飛彈基地的時候 又一次試射就在原山 所以那邊顯然也有他的軍事指揮所 代表情勢是很複雜的 那中國到底有沒有派醫療團過去呢 我當然目前是看不出來 因為如果說已經出事了 再派過去也很難救了 也很難救 但是中國一定非常緊張 為什麼 因為是最近就美國 剛剛不是講說 整個飛機去看嗎 他們美國發現最可 最特別的事情是什麼 整個北韓 他們軍工產業特別多 所以他們的電力 晚上的時候 不是全世界 晚上拍起來是會暗的 但是就有幾個地方是亮點 都是軍工產業 現在這些電都沒了 移到了是醫院 代表著北韓可能是疫情嚴重 雖然他們號稱零七月整 但是如果北韓又已經被 那個全世界飢荒十四年 有數百萬的機民 所以如果金正恩真的出了事情 北韓的權力出了狀況 那數百萬難民 會不會越過壓綠江 然後那個恐怕才是 中國最麻煩的問題 因為這不只是機民問題而已 不只是難民問題而已 如果他們身上都有現在 可能有我們不知道的疫情 直接衝過去的話 我相信到了那種時候 中國現在應該比我們緊張 所以中國一定很在乎 但是因為金正恩 過去習近平跟金正恩的感情 並不好 關係並不好 在北韓的過去 是由周永康 和金正恩的那個 他的故障張成哲 在負責做聯繫 那周永康已經被習近平幹掉了 然後張成哲已經被 金正恩給全決了 所以是不是中國真的有跟他那麼好的關係 還可以派個醫療團 或中國能夠掌握情勢 看起來都不太像 因為到目前為止 根據美國所出來的資訊 並沒有看見在東三省裡面 軍隊有調動 如果有事情的話 中國一定會成兵在亞核綠莊旁 也許他們要去應變的問題 好 李醫師雖然說你是小兒感染科 那剛剛有提到一個說 會不會真的是因為比較胖的人 那個開刀的難度是比較高的 我想他本來以前看起來就是 案情不單純 就是很有問題 最近兩年他看起來就是臉腫 對 然後走幾路會喘 其實這很危險 而是隨時會死掉的 那個我們 我平常在問病人跟家屬交代說 什麼叫危險病症要去急診處 就是你看那個小孩子 如果爬樓梯會喘怎麼樣子 那表示心會衰竭 那有危險 要去急診處 那他呢 他是走幾步路就喘了 這是很嚴重的心臟衰竭 臉會腫起來表示說他的心臟衰竭很厲害 血管不 肥柳不好 你說他不是單純的胖 他可能臉是因為血管過張的腫 那後來他不是有一陣子 他的出 他出現的時候臉很紅嗎 他根本是臉不紅氣不喘的人 他為什麼會臉紅 我嚴判他應該是吃藥的副作用 因為那個一些那個心臟衰竭的時候 你會你會給他心 那個心血管的那個擴張劑 血管擴張劑就會有臉紅複作用 表示說他其實本來已經隨時會有生命危險 這麼年輕 會引起那麼嚴重心臟衰竭 最殘奸是冠狀脈疾病 尤其他有肥胖的危險因素 那肥胖的人去做心導管 第一個就剛剛講的 韓國 韓國的醫師一定是沒有什麼經驗 他有到外面受訓的經驗 但是經驗少 這個會影響到那手術的成功率 第二個他們的醫材是哪裡來的 可能也是必須要用特殊管道進去 因為他被封鎖了 那第三個 肥胖的人 你就知道 你心頭上手術就是把個管子插到他 他的那個血管裡面去 那一直一直伸伸伸伸伸到他的心臟 然後去找到那個冠狀動脈 找到冠狀動脈以後 可能有一個小氣球稍微撐開 把小窄的部位撐開 然後放個支架固定那個動脈被撐開的部分 這整個過程裡面好像第一個是最難的 因為這個支援層很厚的時候 你比較不容易找到血管 這是第一關 對 接下來的話你就是要在螢幕上看著那個管子 一直一直進去 然後到心臟裡面去找冠狀動脈 這個跟所抖不抖其實沒有關係 我覺得那個日本人可能是太八卦了 不好意思 爆料是中國醫療人員 可能是他們加油添醋了 可能這邊抖跟那個沒有關係 問題是說 可能他在找那個冠狀動脈要進去的那個點 可能在操作上面有點困難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詳情其實不太知道 就是說判子的確是 他如果是進行麻醉的話 就本身就是高風險 一般人的風險 會有死亡的風險 然後本身他心臟就已經嚴重的心臟衰竭了 他沒有辦法去忍受這個太慘的麻醉過程 這個也是一個我們要考慮的因素 范老師 有可能 有目前南韓的說法 南韓的說法是認為說 可能是去躲 躲起來是為了避免被感染 因為北韓到底有多少人 這個得到這個武漢肺炎 不知道 有個脫北者是預估 他評估是說 大概有三百萬人死亡 因為北韓的第一個 范老師你是說金正恩目前沒消 沒消息是因為他在防疫 對他怕被感染 對因為他你想想看 那個英國的那些什麼手相都被感染了 可是現在手機都可以拍都可以視訊了 對 可是他們沒有這個效果的東西 因為他因為你知道像這個太陽節 是因為他的這個紀念要那個金日成的受帶 再來講他應該要出席 可是他為什麼不出席 因為他是個集體的室內活動 那軍人有多少人感染 因為他像你看他前一陣子 他也出現公開場合 軍人有戴口罩 戴黑色口罩 你是對於他有沒有動這個心臟手術 你目前是存疑 我是比較南韓 南韓的說法是比較存疑 但是就是以這個 但是他有如果真的有動手術的話 剛才所講的 他其實北韓長期以來是靠法國的醫療團隊 從九零年代開始 他們都是靠法國的醫生到北韓 把他們動手術 特別是心臟手術 因為他的他的他的這個爺爺 金日成也是心血管問題 也是心肌隔塞死的 那他的父親也是金日成 也是一樣是急性心肌隔塞死的 所以說金日成他們這個家族 心血管的疾病一直都有 那當然我們知道 他不相信中共 從金日成就不相信中共 金日成上臺之後 就把那個延安 延安幫的那些 黨內的延安幫 所以目前的訊息說 中國派醫療專家到北韓去醫 我認為不是醫療 而是協助他公共衛生 或協助他防疫 因為他這個疫情 不知道怎麼處理 這個是比較有可能的 金正恩絕對不可能找中國醫生 但他也不相信別的國家 我想 但是你看 如果有可能發生這個情況 就是可能突然的發生意外 就是心臟對 發生意外 那法國醫生來不及進去 然後由他本地的醫生 本地醫生經驗又不豐富 可能就會出現 大家所研判的情況 不過以前有人想過 一個洛貝爾獎文學組長過 所有的投財國家 他們死的時候都必須是心肌梗塞 怎麼幽默 那是一個洛貝爾獎 我忘了以前的 不過剛才那個日本媒體說 說那個北韓的醫生 不敢幫他開刀 或者是所謂 那個也是有潛力的 史達林當時也發生過 史達林是蘇聯的頭目 他找醫生 他槍斃了好幾個醫生 因為醫生沒把他治好 後來沒有一個醫生 他後來心臟發作 沒有人敢把他開刀 因為他都怕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 只有在獨裁國 大家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舰長 因為還有接班梯隊的問題 雖然說前面這些訊息 都蠻混亂的 有說這樣 有說那樣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大家已經在開始討論 說好那如果金正恩真的有狀況 真的變成植物人的話 那誰要接班 那我們看到常常浮出檯面 不就是他的妹妹金宇正嗎 可是又傳出來說 在這個北韓老官員眼中 他說一是女生 二看起來實在太年輕了 像是個孩子一樣 為什麼會是像孩子一樣 我們不要忘了 其實北韓是有核武的 而且他的核武是經過美國認證的 然後我們回頭想一想 在2017年 其實最近也是 他不斷地試射這些短程的飛彈的時候 照片都是拿來的 從來我們看到有關於北韓的內容 都是北韓的官方所提供的 韓中社提供的 從來沒有外媒 從來沒有那個 都是只能衛星來看 我們看不到 那個他們的百姓 可以拿手機來自拍 或者是那個 或者是看什麼 入口監視器 對不起 沒這件事情 他們都是官方告訴我們 所以現在傳出這些事情 我們要先想一想 這會不會是 他釋放出來的一個 那個風向球 第二個 我們剛剛講 為什麼老陳講 金語正向小孩 因為核武的問題 核武其實在北韓一直沒有解決 而且這些核武到底是什麼樣一個狀態 也沒有人了解 那我們來看 這一本書叫做 Spying on the bomb 他在講什麼 他在講說其實就是核彈裡面的一個間諜風雲 他其實有講到各國 他裡面在下面的這一個部分 他講到的是哪一國 就是下面這個 他講的是中國 他講中國什麼 他講說中國在一九八零年代發展核武的時候 他們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他的那個坑道裡面非常多的光纖電纜 他們到底在幹嘛 好 這個當然中美英法這些國家肚子裡都很清楚他要幹嘛 但是我們仔細看一看上面的這個部分 在二零一八年五月的時候 他們那個時候要炸掉那些核武測試的地下坑道的時候 北韓也發現了這個事情 就是有很多的電纜在他的這些洞口 北韓也發現了這個事情 就是有很多的電纜在他的這些洞口 他的洞口到底代表為什麼都有電纜 剛剛講到了核武俱樂部的這些國家 為什麼他們持續的保有核武 然後他們都不再進行核試了 為什麼因為他們用超級電腦 他用超級電腦之前 他要建構超級電腦的運算模式 那他怎麼運算 他就是實際不斷的在測試核武 然後把核武測試的結果 跟他的超級電腦的運算結果相比對 是不是吻合的 如果是吻合的以後就不用核試了 直接用超級電腦就好 那大家可能會認為北韓有超級電腦這件事嗎 大家會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我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在2000年的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日本的Sony 有特別講到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他的PlayStation 絕對不對北韓輸出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現北韓把PlayStation 因為他是電動玩具 他要處理大量的圖形計算什麼 他把他拿去做巡弋飛彈 因為巡弋飛彈 這麼特別 但艦長我們回頭 我請教東豪哥 我們再說判斷這個訊息 因為這個訊息 有那麼多的媒體報導 又是那麼樣大的媒體 但是這裡面還是要去判斷 還有一個訊息揭露 是說在中國跟北韓邊境 沈陽這邊會有火車開到北韓去 但是狀況是暫時停開三個禮拜 這也是一個訊息的判讀 因為當你暫停這個 因為他主要是經過壓力江鐵橋 那你暫停的鐵路運輸的時候 你知道其實對北韓來講 他很多物資上會比較緊張 但是為什麼需要暫停 就是內部有狀況的時候 他才會保持 才會做這種封鎖邊境 他這個不是因為疫情 因為疫情早就已經封鎖了 他主要是人員的控制 就怕他兩移動 可是我們永遠記住一件事情 北韓是需要從中國進口物資的 那鐵路主要是物資 所以你說怎麼看北韓呢 所有的人都在猜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 就是說以金正恩的習慣來講 他們在我們國家的每隔一段時間 他作為最高領袖 一定要讓人家看到他 所以影片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公開曝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到底現在什麼病章 我們不知道 可是因為剛好在這個 新冠病毒流行期間 我甚至可以會猜 他是不是染病引發了很多病發症 所以你可以有各種猜測 可是有一點事情 這樣子超過 已經超過那麼長的時間 沒有出現 他真的不正常 而且應該不是 只是為了防疫疫情